看看新闻网 香港业员吴吴华是新娱乐在线的老朋友了 十年来新娱乐在线记录下吴吴华事业发展中的每一个扎实的脚步 也见证了他人生道路上每一个甜蜜的瞬间 想不到我们的球鞍会在电视上当着全世界人 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你说的那么完美 但是我现在向你保证 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爱护你 去保护你去让你幸福 2007年结婚2008年得女 有空拍拍戏偶尔打打球 这几年吴吴华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岁月没有在他脸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却让他的内心有所触动 当年潇洒不羁的小生为人夫为人父之后 如今更懂得责任的意义 十年的变化也还是有的 但是不是太多吧 你觉得自己如果说变化在哪里呢 变化第一就是性境 性态的变化吧 有了特别是有了女儿之后的 就性态变化也挺大 特别是对于自己父母的那种 感觉自己以前的不孝 我不定去香港 平时我一个月都会回去 最起码一两次 去陪陪父母吃个饭也好 然后我爸爸喜欢钓鱼 我会回去陪陪他钓鱼 尽量多花点时间陪他们 父亲嘛 其实也差不多 一个月就见见女儿一次两次 是这样子 因为她已经 我要我的工作啊 或者是我的其他的事情 然后她也必须要跟着带她 长大成长的我月母 她的月母也离不开东北 所以我也不能长时间在东北 每天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们尽量吧 等她女儿再大一点 要去上小学的时候 可能会就是把她奔在我身边来 说到女儿 吴奇华开始滔滔不绝 不管是教育还是未来发展 三好老爸都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 女儿一般会和爸爸关系比较亲密 对 她跟我很好 就除了我岳母之外就是我了 那你在家里面 你比如说小孩子犯错误的话 你是半脸那个红脸的角色 还是白脸的角色的 从百都是我的 因为我平时很疼她 然后怎么都陪她 挺欠揍她 但是她有一点 有一些 有时候太淘气的时候 有一些道理 必须要讲她讲的时候 我会挺凶的 然后她会记住 但是她也不会怪我 她就很乖 然后就记住 然后她就忘了 然后再淘气的时候 有没有话说到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 你前面说十年之内 心境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还有没有什么觉得 是自己有什么改变的 做了父亲 这是一个对生活角色 巨大的转变 还有就是对 可能是对工作上吧 变懒了 不愿意拍戏 提早进入退休状态了吗 也不会说退休了 就是半退休吧 那你现在都除了做演员之外 还有拓展在哪些领域 我会在上海 搞一些小生意吧 可能是餐厅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 十年间 吴奇华认为家庭 给了她巨大的转变 在事业上 她也和许多港台明星一样 选择了在内地发展 而说到十年后 吴奇华透露 无论做什么 演戏始终是自己不变的追求 提起吴奇华这个名字 是不是一众的师奶们要尖叫了呢 风流倜傥的张无忌 妙手人心的脑科医生 幽默风趣的资深律师 只要是他的角色 无不令主妇们疯狂 可你知道吗 这个低调的好好先生 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而他却对着我们的镜头 做出忏悔 到底他做了什么坏事 让我们一起去审审他 眼前这个刚过完50岁生日的男人 横看数看都只有30呢 儒雅内敛寡言记者证范畴 要如何打开画匣子 不如就先问问女儿的情况吧 除了上学之外 他下学还要去学钢琴啊 学舞蹈啊 很多东西学的 很麻烦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像小孩 他想的想法都是挺大人的 眼见这位把笔越来越能说 记者都不忍心打断 谁知说着说着 吴启华突然语气沉重地冒出一句 其实我挺惭愧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还不等记者发问 吴启华就默默地细数起自己的三宗罪 经常都没有时间去陪他 他一出生都是外婆带的 我们老夫妻都是各有各忙 做这行的 大家都能理解 好在女儿早当家 让吴启华大胆直呼 他比太太还像情人 我跟他见面就 都站在一起 又是一个有了女儿 就忘了太太的主 眼看吴启华和太太石阳子 也已经结婚七年有余 这对相差21岁的老夫少妻组合 是有什么相处之道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公 这吴老师您要不要这么谦虚呢 小季都接不上话了 跟他分开的时间也挺多的 其实也挺难维持那个关系 什么什么难以维持 启华哥这是要宣布什么重大消息了吗 我们的关系可能就已经 升华到一个相亲人的关系 我说咱能把话一下子说完吗 这可把我们的记者吓得不轻啊 大家都很了解对方 然后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主要是他知道我 我是很爱他那就够了 好吧 又是自我检讨 又是诚恳表白的 怎么看你都像个好男人呢 再加上前些日子 让众人都捏了一把汗的乌龙绝症事件 也让吴启华更加认识到了 家人的重要性 自己的那个鼻咽就发作得特别严重 一把人喷起就都是红色的 都特别吓人 那个时候又不敢去看医生 不知道这是不是要坏事了 好在虚间一场 眼下身体健康 女儿懂事 夫妻恩爱 吴启华这个师奶杀手 也能继续安心杀出一条邪路了 新闻在线 昆山独家采文道